外婆她 她其实她吃全素 她就是拌面糊 然后用煎的方式 其实你说用煎的 她其实也像用炸的 因为油其实蛮多的 对啊 然后做给我们吃这样子 这个季节的白萝卜 又鲜姿又甜 煎成萝卜版 焦香酥脆 刚好满足口腹之欲 这是国宇珍觉得 最能诠释小时候的幸福美味 我们的萝卜就是 我清晨去载嘛 其实都是那个 他们刚从中部载下来 所以是还没有进冰箱冰过的 为了抢先 这一种牺牲实在不小 凌晨一点半出门再萝卜 四点准时兼拆工作 等到中午回家备料 准备要白摊的时候 一天其实已经上班 超过十个小时了 我都三四点起床 对啊 因为我们要在那个 会场准备开始前一个半小时到 有时候迟到他们会念我呢 问我是跑去哪里玩 要迟到 他们会说 不然今天又不太久做了 你又睡到迟到 萝卜丝拌进粉浆前 一维维去壳的虾子 带先吸干水分 放进调理机里搅碎 才不会轻易发酸 会把萝卜板加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有一次萝卜板剩下一点点 然后虾饼的酱也剩下一点点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把它干脆和一和随便炸一炸这样子 对啊 结果我没想到意外地发现一个新口味 这个是我自己配的 就是面粉跟再来米粉它有一个比例 简单来说 宇珍的萝卜板 炉特关键就出载虾浆 虾肉先跟面粉米粉混合均值 再层层叠叠 拌进米粉调味跟辛香料 这是下来的米粉 对 但是我有调过 其实里面有三种粉 对啊 然后再把它稍微调味 三种粉 别问我 这个才是萝卜板最终极的 那个海鲜味的秘密 虾浆调粉浆 最后萝卜丝再跟葱花淡汁一起搅拌 萝卜板前置作业繁琐 偏偏下午摆摊一早又有斑 若是前一天先刨丝 萝卜就不够鲜了 所以妈妈能帮女儿解牢的 也只剩萧皮切葱 每次这个时间我进门她都在哭 因为她都在切葱 所以我为什么会叫感情萝卜板 是这样子来的 家门前改装过的中古红白餐车亮眼灿眼 编号28号是纪念女孩28岁那年 开始创业 而在那之前因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她早已习惯办公办毒 帮忙分担家计的日子 农场 旅行社 牛排馆早餐店 还有没说完的婚纱业 殡葬业 这些都是她的青春 我其实最喜欢旅行社带团的那个工作 对啊 因为她就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山上 我很喜欢那个环境 对啊 残车停破的屋檐下 一位斜队脚是运动公园 每个日暮傍晚 无数幽晃的脚步 乘着参天大树 其实也很写意 跟最爱的那一份工作相比 不一样的是 旅程是为了陪妈妈复健 才慢慢喜欢这里 那个时候整条都已经关灯了 然后暗暗的 然后就阿姨她这边灯亮亮的 然后里面电视又很大声 然后我就进来看 就看阿姨翘脚在那边看电视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宽 然后餐车刚好停进来 我坐在那边啊 她就问我说 阿姨你的店面租我好不好 然后我说你要卖什么 我说好啊 我看到她很老实又 很乖巧的女孩子 我就说好啊 经过好几天的时候 有两个年轻人要给我租 我就不租她 很奇怪 很可能是和她有缘吧 你好 吃什么 为什么要开车摆摊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一个很忙很矫急的上班日常 一通电话却突然传来 妈妈脑中疯得紧急开刀 那时候医生就说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就直接走了 然后一个是开刀的中间 它会复原 但是它就会变植物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会一手一脚 然后也变神经失调这样子 你有像是要做鎮定的当时 当时对 因为当时我妹很不镇定 所以我一定要镇定 淡定的清秀灵孔下 即使内心多么波涛 余蓁也从不对外人显露 包含把妈妈从死神手上抢回来后 沉重的医疗生活之初 也没有让她垂头丧起过 以前有一个阿姨她跟我讲过一句话 没钱的时候你在家吃白饭 撒一点盐没有人知道 那你如果想要把这一段撑过 你只能靠你自己 那你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 你过得怎么样啊 但是大家都会祝福你 我最舍不得要搬那么重的东西 要一个人 我没办法帮忙 她以前也不会啊 就是我身体出状况以后的 因为要养家更要照顾妈妈 好几个南国预热的夏天 外貌出众的女孩 竟然去迷人长发 为了专心讨生活 她没想太多 看一下音乐 它面糊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需要低温下去 对 然后压的部分是把它 那个面糊让它整片可以平均定型 从油锅里出浴的萝卜板 表层金黄脆口 一锅子热油 乍看抽离了食材表面的水分 一口咬虾身嚼 内在却鲜美 水热饱满 自味时而让人误以为是月亮虾饼 却又带着客家披萨的灵魂 撒上胡椒盐是古早味基本款 抹上老板亲手煮的柠檬酱油 又是另一番层次的推荐 你怎么找到这一家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滑IG 然后看到的 觉得应该算比较我阿妈那种 那个时代会有东西 可是好像应该它有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我是没有上网看啦 我是没有看完 但是我来到这边的话就觉得很好吃 然后又有人在采访就进来了 就觉得很新鲜啊 还有萝卜糕 那个萝卜丝啊 这有成功加比吗 对 有有有 它现在改良过 比较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的那种 虚这样子 餐车的侧门 文青市的提上莫忘初衷 看着自己的用心跟努力 逐渐化作客人的回眸 宇甄现在总算感到有点重久 日子过得去 家人也都健康相伴 这不就是辛苦换来的祈愿吗 不过妈妈的新年愿望可不止这样 我希望他们找到很好的对象 我无所谓 他会给你施压 会啊 他持任何意见我都会听 他这个我不听 他就 别跟我讲这个 我会惨嘛 他说 我会没顺畅的朋友 你说 你不用自己生 妈妈你支持电视节目 你给我公开针友 或许人生也很像萝卜版 扎扎实实的粉浆是生命 但若少了酸甜苦辣的柔蝶 又何来有滋有味的郡有小点 大火炒青葱嘛 青葱我都会炒到 让它炒到它 它就把我的虾仁放下去 海岸路上 阿灵的炉火一开 客人就知道要来报到 最主要的灵魂就是茶鱼 我们用茶鱼就是干甜嘛 茶鱼就是让有一个干的味道 伙伴们伸手熟练 看虾仁一起锅 赶紧将它铺在 吸饱虾汤和柴鱼汤的米饭上 控制要做鱼汤 对啊 我最多最多一次 可以炒四十碗 这一晚和时间赛跑的虾仁饭 正是和台南历史一起成长 太阳升起 一直到月亮高挂 都可以闻到这一股焦香古早味 哪有人来吃鱼汤 有味道嘛 有的味道 对 蜜蜜又清了 以前他们的鱼汤就有要做了 我做起来像我们在地 我们吃到鱼汤就有鱼汤 蜜蜜都从鱼汤之外 台南有名就是小鱼汤而已嘛 吃虾仁饭就是要配鸭蛋汤 古早年代鸭蛋腥味重 庶民才会食用 回味旧时光 阿玲刺激刨柴鱼片 慢火熬煮柴鱼汤来鸭味 所以在喝到它 已经扭大十八遍 变得鲜味十足 你要先吹过 吹过之后 烤出来的菜会比较香 会比较香 香味会比较有 所以说你的生意很好吗 不要这么 国税局的来找我 快找我再来 费工 许多人已经放弃做的事 四十岁的阿玲 继续捡起来做 宜兰采购的冷冻煎鱼 蒸到刚刚好熟 再放进无敌铁金刚里 你如果整只硬的话 刀片马上就坏掉了 一个五万块就爆销了 对啊 刀片马上就会坏掉 突然拔一下就断了 这个要常常磨刀很麻烦 刀片一周就要四支了 大台一定要十二支 那只磨刀片 你卖得少了 那都是你磨吗 都是我在磨 你自己磨刀 你自己磨刀嗎 这就是我没来的钱 你这几天的有磨 柴鱼片薄不薄 就看阿玲认不认真在磨刀 薄到透光的柴鱼片片片落下 鲜美风味穿手可得 有了它就可以做出销魂古早味 十五年前 陈正玲原本从事电脑业 来到超过八十年的 虾仁饭老子豪帮忙 因为老老板的信任 才展开水深火热的人生 当初我老板也有在 跟我考验 甚至我做一些 都没必要的工作 我感觉这个工作 其实很无聊 经过大概两个月之后 他感觉你是可以的 他愿意给你剪 老老板 夜奇才的三个女儿 都念到博士 硕士 没有人有意愿接班 厨房里阿玲大小事都肯做 也不怕吃苦 看在老老板眼里 自然是继承的不二人选 只是当时根本不想接手 炸到手里 那刷牙都不敢咬 炸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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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累 我觉得电脑行业 我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在那儿做得很高兴 因为我每天都去找 不一样的地方 老品牌已经是个金字招牌 别人求之不得 阿玲却往外推 这一推 也把家人的怒火给逼出来 我觉得如果做稳定 比较不稳定 稳定就是 觉得我们的稳定 我们的稳定 也有精神 想长久一点就是 他也有饭碗 我也有饭碗 都一样 互相啊 最后是为了一家子的生计 才定下心来 正式当起接班人 老老板坐镇店门前 招来客人 妈妈这位幕后推手 也天天帮忙剥火烧虾 早上是帮儿子 不是啊 晚上再去帮女儿 喜欢子啊 你会累吗 不会啦 自己的儿子啊 成堆的虾子不赶快处理 马上变得又丑又心 偏偏去头不渴 到去长泥都得手工进行 地球暖化 火烧虾 产量越来越少 过去一天可以拿到两百斤 现在一百斤都拿不到 铁鱼啊 然后一会就都在水汤里 对啊 那个哦 我以为是你们两个 给他PK掉了 不稀哦 不稀啊 一间的两三四个 个头娇小的火烧虾煮过后 口感依旧Q弹 虾肉甜度高又浓郁 包括虾卷 麻粿 肉丸 虾仁饭料理都爱用 只是当年一位24岁年轻人 突然烘将小吃一级战区 长着老店的国产 街坊邻居都瞪大眼在看 对啊 压力是一定会的 因为有一些老头 他会觉得你的味道不同 不像老腿这样炒 猪皮鸡肉 他们都... 大家都在看啊 都... 看你们能够撑多久啊 这样啊 吃这样 这样 对啊 因为这种生意比较竞争嘛 对啊 然后 就说 好 你们这... 你们快点这样想 我就做给你看啊 不让老老板的苦心 便空白成绩单 店里所有事都轻力轻微 制作柴鱼高汤 还有站在炉边炒虾 拌饭 都不夹他人 一天磨十几个小时 终于吸引老顾客 一个一个回流 那个阿伯他坐在那里 当时我说 阿伯你敢是没松开的 他就... 因为他就眼睛红了 他在那里 我说阿伯你敢是没松开 他说没有啦 我不是啦 我说... 我叫我... 我叫我说阿伯阿伯你是怎样 他说... 他说... 这个蜜蜂的味道 他想起他世纪的妈妈 因为在我老老家的时代 他就在做了 他妈妈都会去买这个蜜蜂的饭 客人吃尽嘴里的感动 让他守城也要创新 原本太太的私房料理 拌入五味酱的凉拌猪脚 拌上台面 入口即化 田中又带点小小酸辣 香菜帮忙提香 成了热小小菜 一开始我的骨头跟肉 是很容易分开的 因为分开的话 你碎碎的不好看 也不好卖给客人 所以一开始也都是 老板要自己就是... 对 可是他就是... 蛮用心让我学这一块的 起来之后马上 就是一锅冰水 急速让它冷却 当年的陈振霖 就像现在年轻的阿伯师傅 用心感恩守护着老味道 终身带传给新生带 老老板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安慰 深夜时分 整条嘉义朝阳街已经昏昏入睡 独留方品单的店面还亮着 时针刚走过凌晨两点 不是打烊班还没收尾 而是特早班已经上工 夏天会赖床 冬天不会啦 我怕热啦 我都吹冷气爬不起来 做的是早餐生意 距离表定的营业时间 还有四小时 知道方品单作席的人 都会问的问题是 需要这么早起来准备吗 被客人推着越起越早 众人好梦方寒时 方品单的厨房已经水深火热 舞台大锅热力沸腾 一锅汆烫 带血水的 像是猪肺的内脏 一锅熟成三层肉 猪头皮 后腿肉 杏鲍菇等小菜品像 这一锅乳白汇聚各种肉类精华 不用味精夹点盐巴提味就很鲜甜 捞泡绿渣之后 就成了面类汤瓶的大水库 是传统台式面摊滋味迷人的 丰厚基底 等一下还有鱼丸汤 还有 这个猪肝的汤会蜜食在一起 方品单大锅大勺 舞动起来 俐落豪迈 多有女中豪杰的架势 早起工作将近三十年 一张脸早已经是许多家宜人 心中认定的早餐注册商标 猪后腿肉熟成后 切片卤出油脂咸香 是招牌卤肉饭的灵魂配角 店里的品项繁多 除了面条米粉米苔木 不是自己做 其他的东西都是这么不嫌麻烦的 当天早上现做现卖 像是虱目鱼条 就一条一条下水浮水 完全不假外人之手 不买现成 方品单的先生也就是面店第三代 龚永元 接棒四十年 是嘉义每天最早赚钱的老板 别人还在被窝里不知精细何细 他已经超前部署蓄势待发 迎接每天的第一批前朝 虾仁饭用的虾子 新鲜第一集,水分大一号 沾上地瓜粉,汆烫熟成 才能锁住水分,甜分不流失 还没变身餐桌上的佳肴 就十足吸睛 龚永元说做生意的诀窍无法行 舍得给客人最好 自然会有知音不少 在震惊宜来说,你笑死 站在桌子上,找不到这里 找不到这里,找不到这里 找不到40分钟,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这里,找不到这里 你要坚持,这条路要走就是要认真 你别人说,我说没有投入 就在讲中,很多人像我们在看 什么行业都贴嘛,你也贴嘛 在你的领域里面就是说你要认真 而南部最受欢迎的露鲜肉 瘦肉加地瓜粉和红糟调味 再灌入长衣,吃得到诚意肉香 芹菜比起鸡蛋、面粉、猪肉合体的井贵 工序麻烦,一样自作自受 摊台上一次排开,琳琅满目 比起许多专注菇味单衣品下的店家 还要麻烦许多 重点是,就算菜色繁多 每一样都得够精够专 才能获得挑剔的在地味蕾认证 每一样 一个咖喱 果真时间不到五点 那场备料工作还在进行 早起鸟已经聚拢 准备热腾腾地展开一天的火力知识 敢吃没人 真的 真的 他差不多10点就没人了 刚才来 刚才来 你都吃什么 都吃肉的饭、青瓜汤、烧菜 很丰富 对 那个胡瓜汤都超好吃的 刚才10点过去就没人了 你是驾驶吗 你不知道吗 那不可能 有点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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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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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晚来怕吃不到 客人一个比一个更早起 能够拥有在地死忠顾客 其实是三代的累积 自家东西食材够好 新鲜诚意小够短望 饭面、热汤、小菜欧白菜 青菜、萝卜一应俱全 即便在露相也能在深夜凌晨 哀哀寒光 超过八十年以上 八十多人以前都用炸的炸 炸的炸味 炸的炸味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炸味 所以我自己的炸味 都自己的炸味 所以你的炸味 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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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早起帮忙父母工作 上学时间到了 再换上制服赶场 退伍后 接下自家面摊 分担生活担子 是想都没想的责任义务 一做四十年 每天都战战兢兢 如同第一天站上主力位置 以日本职人精神自我期许 要将工作职业做成骄傲置业 即便已经十项全能 依旧不肯放松片刻 不断精进 在老味道的基础上 持续做得更精致细腻 工友员和太太 也因此把原本的小店面 做成了嘉宜人心中的 日常美食灯塔 在农业社会 是我的虎口而已 对吧 现在因为工商社会 大家都要快吃吃 我买上班 外食的人不敢那么多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工友员又认真当燃料 沸腾一家子的生活全员 夫妻两人四手 常常沾前不能顾后 还好姐夫同行打拼 一路相挺 但是我算劳动了 我们如果没有心理 你贏了 要做做就比较好 现在刚退伍的儿子 已经跟在身边当学徒 六十岁的龚永元 期盼自己至少能再继续做二十年 让八十年老招牌 也能迈向百年 快让他做的 实实在这样就好了 最好是可以超越 当然要有 又实实在在替日常生活调味 龚永元和方鼎丹 要继续两点上工 在暗黑的小街上发亮 丰富老嘉义员的味蕾记忆 不忘初衷 要吃就不会跳哪里 才饱 繽紛鲜丽的外衣下 有南台湾特色水果 原汁原味的内涵 视觉系的雪糕 让观光客驻足 要挑哪一位 一时之间好难做决定 需要不可以介绍吗 好啊 我们的 比较有特色的招牌 是这个杏仁和桥桥桥 桃花硬雪糕 辱获得还有童心 小朋友倚着透明橱窗 流口水 一拿到手 马上摆出POSE 拍照留念 草莓也要好吃 我一定要来吃 一定要来吃 非常地好吃 而且入口即化 然后就是甜而不腻 甜味的话刚好 对 还蛮香的 就是嘴巴里面的那个茶香 跟甜味 蛮浓厚的 老少贤仪的冰品 七年三班的谢凯文 把它当成艺术精品来制作 但其实初衷很简单 只是要让儿时的传统滋味 再度复活 我就是亲戚他们家 是在做传统冰棒的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杏仁和桥咸蛋黄 是他们的招牌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米糕粥 这些是招牌 那它其实已经不被接受了 而且很多年轻人 就是根本没吃过这个口味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保留这个 因为我从小吃到大 小时候一只12块的咸冰棒 谢凯文现在用义式的做法 让这一只咸蛋黄雪糕 至少增加十倍的价值 加入切碎的咸蛋黄 很去死 口感和外形都更优化 近阶更贴近年轻人 投入冰品制作的初期 谢凯文并不喜欢冰棒 一融化就水水的 也不喜欢冰淇淋軟糕糕 他想要做切于两者之间的雪糕 先上网询问Google大师 结果对冰品的ABC 还是一知半解 终于有个契机 可以飞往意大利 美式冰淇淋 就是有点像 哈根达斯做的那一种 它是甜度很高的 然后在我们这个 东南亚的气候里面 你太甜太腻 其实我们吃不多 但我们后来发现 就是做冰淇淋的很大的国家 就是在意大利 它就是做Gelato 那它是甜度在8%以内的 所以是比较适合我们吃 我们才去意大利选 从意大利进修回到台湾 两个礼拜 机器材空运来谈 谢凯文从纸上谈冰 到终于有机会操冰 偶尔他用年轻人的创意 来让古早味别具特色 满足客制化的需求 那个论坛里面最常所有 就是我的老天鹅 所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成鹅 那我就说 那我们的雪糕 能做成鹅吗 所有人就看着我 想说鹅太难了 然后就是可能 他们做了很多尝试 可能用画的 可能用怎么样 就是怎么做都不行 最后谢凯文用鸡蛋冰造型 来做出鹅的头 再用翻糖捏出鹅嘴 口味上则选用豆浆 不脱传统滋味 现在十足老板样 懂得跟员工沟通磨合 但其实谢凯文 根本是任性千金 以前脾气差到什么程度 我以前脾气差到 会拍桌子摔东西的 我没有工作经验 所以我比较不知道 怎么站在员工的立场 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都用我的角度 用公司的角度去出发 所以我觉得以前 我比较没有同理心 还有餐要上吗 谢凯文的大学毕业后 第一份工作 就是自家餐厅的老板 千金小姐不愁吃穿 但偏偏谢凯文身上 有着叛逆的DNA 尽管母亲极力制止 谢凯文高中时期 就爱去餐厅端盘子 最害怕就是我一出去 就看到我妈的车停在那边 然后坐在车上 很累的看着我 然后我就会骑机车 她就在后面跟着我 然后到家里 她一句话也不会说 就上楼 我每一个工作 大概这样维持两个月吧 她就会打电话跟店长说 谢凯文她有事情 她没有办法再去打工了 就这样常常被强迫辞职 母女关系一度很紧张 旅券不听 夜归爱玩的女儿 终于有一天 让妈妈理智现断裂 下了最后通牒 她就说你手机拿来 我手机交出去 付卡 信用卡拿来 你17岁小孩拿什么付卡 拿出来 那个机车摩托车钥匙丢出来 全部都没有她跟我讲说 你其实没有我 你一无所有 然后我就很生气很倔强 当时很倔强 我就跑出去 母亲的一句话 让谢凯文在一夜之间成长 她学乖了到国外念书 但心里总是担心哪一天 习以为常 拥有的一切又会被剥夺 直到这一天 她接到妈妈的破冰岳阳电话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美国 然后也不喜欢念书 所以家人就是希望在这边 可以开一个餐厅 然后找不到人家 愿意来这边帮她 然后我就想说阿妩 好像也应该要回台湾 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要做什么 然后我妈就找到这个机会 因为有人可以帮她 当然求之不得 当时谢家开设羽球馆 在馆内附设餐厅 谢妈妈给了凯文一个舞台 让她在这里 从门口罗雀的店家 做到现在人气满分 几年前她创业投入冰品世界 当大家一窝蜂 蜂麒麟时 她想做的却是意识古早味雪糕 皮肤上巧克力酱 和综合坚果 涉及精巧的雪糕 让人少女心大喷发 蛮酸甜的 因为我选的是葡萄 跟火龙果的口味 对 蛮天然的 对 那你觉得她装饰吗 也很特别 就是她有完整的 蔓越莓在外面 就是外面 就是很少见这种颜色 所以她在那边选这个口味 投入餐饮业十年 谢凯文34岁 养50多个员工 人如奇兵 一样冲突 年轻外表却有成熟想法 我后来开始 从这个模式里面去发现说 原来企业责任 是这么一回事的 你要跟员工一起努力 让他们有一个梦 那我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当初那个叛逆千金 变成顶着千金的老板 过去因为靠妈 学着经营餐饮业 十年磨了个性 磨了脾气 有了历练 有了事业 不再害怕哪一天一无所有 这十台一定要加一样 快煮起来 煮他一时就全包复了 要要加两时 压度很酥 你出来到这儿 也要再开会 滚 越滚越香 林明全说的这一锅 越滚越香 越沉越有味的杂菜 正是自己每天说摊打烊 耗食半天一夜焖煮出来的美味大成 虽然乍天下不免酷似老王卖瓜 但实际上出摊时便晓得 没有两把刷子还真当不了老王 来来来 你要坐坐快来 来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来 吃一碗 来 包容 不错吃啊 很好吃啊 蛮有古早味的 蛮有古早味的 就是以前的那个香蕉那种味道 因为他起来不错 还有热 我们餐厅开我们就没得上车 你也开餐厅来啊 对 我开餐厅 开餐厅在那边乳来吃茶 对啊 路边起了小吃摊 不分周间假日 卖的就是四五个钟头的早午餐 靠着一只锅铲 收拂的千百张味蕾里 又七只开名车的陶客 往往数十年自历的老宗扑塞 也都是大红房桌上的常客 你说你做土地厅厅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大中午十二点多 午休用餐的时间都还没过 餐车上的杂菜锅 常常已经一扫而空 无独有偶隔壁的卤松河 几样鸟蛋笋干猪皮趁着卤蜂肉 尽管料不多 晚来的也依然要扑空了 客人典里的藩仔鸣做起生意来 总是一点数目化不多 唯独这个时候 挥手说不好意思的 是轻松许多 没有 不好意思 说起六十岁的林明泉一身厨艺 除了来自儿时 就跟在开面摊的母亲身边 其他都应该算是自学 过去卖过土拖鱼羹蛋仔面 也曾独自一个人掌烧开过海产店 主食菜和炒石头火锅又不尽相同 同时其次八味百味分成 他们也全靠又味又熬 但因大锅菜里的食类样料 主要还是十字复刻板斗菜尾 因此前置工序也就繁荣许多 林明泉的食材虽属于古早派 但用料和炒制过程 却极向高端艺术 培根 培根肉 比如培根取代控肉 却又以咸菜和笋干 炒出其一种应有的酸香 生瓜就是传统那个红吧 软达到春瓜 我们现在没有卤 我们就直接下去炒 把它味道跟咸菜 酸菜炒出来 这个料都随便你放了 不要固定 有时候会变来变去 辛香料都放妥 接下来上色提味就不只有 无醋白醋和酱油 林明泉还吃了番茄酱 时而递捕肥鱼仙姿 而后又下了沙茶 用意驱逐新山寡的 酱哦 还没 还会呛 酸甜苦辣 咸五味齐下 顿时就是空间若大的老厨房 也满是呛响 而成就古早味的两大秘密武器 紧接着才准备入锅 仪式如今已经慢慢逆积于 小吃行列中的扁鱼 再则才是自己抓来的汉房中药 我不知道我会自己 做出这个东西出来 你这个很厉害耶 为了生火 为了被骗 生火 没办法 豆腐 豆皮 萝卜白菜炸鸟蛋 十多项的菜色里 其实有好几样 根本已经能算大菜等级 猪乳 鲁控肉 八宝丸 又甚至是带到所有食材界入了胃 所以后才放进国底的五股拳击 我们比较甜 比较香 我有时候还会搁的手 我如果想着要可以 我就可以 痛我的心情 你如果想着要把它淋什么 你就把它淋 你如果想要淋香水的时候 有汁汁的 我也是会 记得十多年前 食菜摊刚开麦的时候 每逢菜价寒涨 黎明泉总会在心头开始颠惊锅粮 只要多少还有利润 下点重本放鱼鲜虾线 笼弱人心都是有的 只不过那段收摊后 蹲在门口得先炸排骨 炸肉丸 费时费力备完各项菜料 才能开始煲煮的时日 确实想来心酸七楚 镜头外 就算已经当了阿公 幽默爽朗的他也不会言 自己过去真是个浪子 年轻时抛弃弃子 而后也娶了第二任妻子 但没想到几年前 朋友找他到对岸开蛋载面店 人生也从此变了调 我不要说他说他有出本 出本就不让你都带来 做两分的薪水 说得很好听 这么大就有做了 做起来真功的本 我玩得很好 没法来 我来过两个月而已 他就没有什么不信任 说我们会怎么办 会讨过什么 菜都要买 东西都给他记得好 他现在就不然 差点 带他们回来台湾 一言不合下合伙生意没了 没想到老婆在这个时机点 也带着孩子一走了之 回到台湾几乎身无分文 偏偏借酒交愁还出了车祸 简直是陷入人生最谷底 生命走到了绝境边缘 后来是朋友的几句真心建议 才让他转念 回到厨房既然生财工具都在 除气了得也偷不走 那么不如就把拿手菜要化作精髓 煮成攒菜 爸爸年轻的时候 比较不会想 妈妈是比较辛苦 对 三十几岁的时候 爸爸是二十几岁 那时候我们比较不懂事 所以这方面比较不懂 对 等懂事的时候 就是我跟着妈妈的身边 对 所以这个故事讲起来 其实还蛮惨的 尽管成长的路上 爸爸总是告假 孝顺的女儿长大了 总还是舍不得他 贪前贪后 帮着达理瞻前顾后 那你不会愿意吗 不会 因为他也是我的爸爸 因为他自己真的也是 蛮辛苦的啦 有时候平心是比较暴躁 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是自己 自己做然后自己付出 然后缴所有的东西 自己都是靠自己也没有跟我们伸手拿钱 他之前要是一支小型锅而已 很辛苦 都人跟车车过来看来看来看 都不来吃 我说 沒關係 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 你一定会再来吃 那来吃就完了 人家还会来 回头 两三天 还是几乎每天来吃 你就是成功了 总在细心烹调过后 大马路边每当香气风卧的食材锅出炉了 仕途老涛必也紧随报道 想想自己的人生不也就像条羹下的这碗方唇 常来有三香咸心 而后有清甜甘美 总算也值得了 台南永康大湾庙口黄昏市场 在地人的好料厨房 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其中最火热的就是这一摊 大排长龙的队伍 巧手盼望的是 大湾在地最出名的特色美食 肉粿 雪白的肉粿在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 淋上自制青鱼酱汁 软Q鲜美 色香味缤纷三路 抢占十克的舌尖味蕾 现在它比较厉害 如果辣人比较厉害 辣人比较厉害 辣人比较厉害 儿女们在炉台前火力全开 赚新台币 七十一岁的陶吉尼义 陈锦智占收钱位置 忙而不乱 老情宅宅 每天只卖下午三点到六点 来得太晚 只得明天晴早 而周末假日更夸张 八百个肉粿三个小时内 保证玩销 你多少 四个 四个 买险 不要一样 口感就跟别的地方会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平均大概是 一个礼拜都会过来吃一吃 吃二十几年了 大湾才有的独特口味 吃起来的情况下像热的摩执 一样那么好吃 它算是一个咸的东西 对 它里面还有加蛋 所以吃起来有饱足感 别的地方不多见的肉粿 详细由来已不可考 据说起源于台南新化 后来在永康大湾盛行 有将近百年历史 是在地人常见的早餐 或是补充体力的下午点心 殖民店家就有好几摊 做法大同中有小异 同样又又同样 正在磨米的是老板李嘉胜 跟老板娘一样 七十一岁 做肉粿三十年 是大湾知名的肉粿达人夫妻 台南生产的栽莱米 颗粒饱满 年性一流 是做粿的第一首选 但老师傅有坚持 要一年以上的旧米 才能进到磨香机 展开变身旅程 从米的水分太多 做起来都会太软 太软了就吃得太软了 就要放几十年多才会做 都要自己买回来做 老板先生的鱼 鱼到一些米都超普遍 哦 整千斤的啊 浸泡一小时 再来米店的软化好磨 从研磨机出口流泻而出 化身洁净乳白的米浆 接着进到大锅里加热熟成 纯白米浆在大锅里 随着温度升高 而渐渐凝结成固态稠状 得随时注意火候 然后心道 眼道 手道 适时加水控制浓稠度 水分太少容易浇锅 半自动手臂也不容易搅动 水分太多软趴趴 待会不容易塑形 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 你这样它就不会 就像中 对啊 这样是不像中 就要再浸水了 好香 要高热就是这样 做这个就是 让人家说 你如果不能太走出来 这样走你要有一个来这里烤 再来米大锅由先生换手照顾 陈景志赶着另一锅 准备肉粿的重要配角 陈景志赶着另一锅准备肉粿的重要配角 陈景志赶着另一锅准备肉粿的味道 并且吃得不香 肉粿的原料只有两样 再来米和肉燥 陈景志说材料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能偷懒 明天早上去市场采买温体猪肉 自己炒肉燥 两天一次是新鲜要求 三十年如一日 从不买现成品 我就都管车都用这样 我们自己做的看着 感到没有感觉 别人做的我们就不知道 肉燥和栽来米合体后 空气中满是诱人香气 等到搅拌均匀 软硬度合乎老师傅的标准后 还可以装模作样 之前就是用那个锅 这样在揉 这样有疼吗 计划 这 Schritt 我觉得 被做了蛮想 raw 都牛干肝 雪尖 你怎么在一起 对啊 好好了 那时候那时候有ết 那时候就发烈了 待会就好 不 Значит 做只有那么多年 这每年都用養侧五年 我有个高 yay Varieg 很多人告诉我做到 像那个 你上班的人 vine人就会出事了 自己身为老板 当作每天上班做员工 勤奋且战战兢兢 原本在做黑手的李嘉胜 四十岁时遇到失业难关 中年危机伴随家庭经济问题迎面而来 差点走投无路 索性那时在卖肉贵的阿姨伸出援手 传授所有的做法和拍薄 让李嘉胜夫妻俩 人生中场转换跑道从头来过 三重四周围这样也不出事 做到厚你不知道 我们别人就会做起来 我们不做起来 对不对 那就爱做了 苏朗不苏丁 苏朗不苏丁 要在大湾小地方 众人熟悉的地方小吃中胜出 就得在细节里出色才能出味 像是肉贵的灵魂酱汁 陈景志用的是熬煮一碗的大骨汤 加上青鱼提味 百分百自然鲜甜 让乡亲们不明就里 不吃着迷 今天要用今天去煮 不是这样吗 对啊 你煮比较大厂 不用每天煮 不不不不 这不行 这一定是要现金 珍惜失而复得的赚钱机会 达人夫妻俩认真对待所有的工作程序 一坐三十年从隔行如隔山 重复学习 每天练习 进而爱上自己的工作 最后在擅长的领域 受到捧场肯定 要把鸡汁放下来 他要给你泡泡 泡泡泡 对 要给你泡 你去 做不去要拿我等 要算好了 你 要用水 没有啦 好 来啦 做到超过七十岁 李嘉胜和陈景志 依旧坚守黄婚市场 自己赚生活费 子女们即便结婚成家后 也都回家帮忙爸妈 守住这传家的好味道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就是利用休假的时候来帮忙 只要他们身体健康 他们想要做多久 就让他们做多久 我们只是在旁边辅助这样 因为他们休息也觉得无聊 简单的是 重复做就是行家 用心做就是专家 开心做就是赢家 在大湾庙口黄婚市场 由一家肉贵摊 一碗简单的软Q弹牙里 有平凡却不简单的勤勉任分 有生活哲学 肉费鱼 这两个芯菜要综合或是要 都要挂菜 烤烤烤的切拉米米粉 一碗一碗出厂 小菜玻璃柜里 猪蛇猪肝猪皮卤蛋 甚至是白斬鸡 英勇敬肉 应有尽有 这画面多数台湾人觉得熟悉又亲切 标准的街边小吃面店图像 老板郑志峰在料理台前 一副当官 节奏不韵不火 二十年练成达人资历 八十年老店第三代 对自家碗盘盛装的口味有信心 是经得起 时间逃选的怀念滋味 像我阿公老了的人家 阿公出的 爸爸出的 孙子来吃 所以我才有在这里 自豪从阿公时代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在街边做过生意 郑家的店面 隐身在高雄沿城新乐街的小巷子内 客人几乎都是熟识的 在地街坊邻居 或是高客级的行阿来 才找得到这躲在行阿来的 超频繁平民饮食日常 老祖国 四十年以上了 三名来说 因为白茶名 汤头 尖叫没话说 它的汤头是用鸡下去熬的 很淡 很轻 但是那个味道喝起来 就是有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小菜有特色 就是它的东西都选得很好 虽然是平凡的平民饮食 朵仔烤阿来点点吃三娃公 一吃三代八十年 绝对有不平凡之处 吃进嘴里的想当然耳 不能吃的也一样 大同此碗 此盘 四十岁以上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怕LKK古董级的花纹绝版 除了现役的两百个 正志峰的仓库里还堆了两百个 随时准备替换 每碗面 每一盘小菜 要从里到外都是古代味 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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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没贵 整个几十股 问题是吃的 你看都落实 守旧的作风更表现在 正志峰的锅里 每天一早备料时 小菜汆烫的这锅绿渣之后 一渐二狗就是汤面 还有汤品用的高汤 汇聚了油脂和甜分精华 清早六点上市场 正志峰的小菜不清菜 有的店家上市场买现成 他坚持所有卖的东西 都要自己制作 每天小量采买 冰箱不囤货 维持食材鲜度 温体肉才有他要的口感和鲜甜 自己的味道其实是阿公 阿爸 一脉相传下来的味道 外面买的替代不了 除了面没有自己做 其他关乎口味的小细节 全部坚持自己来 要结婚前就有人说 做吃的很辛苦 那时候就有一边 你会觉得说 各行各业都辛苦 反正来到这边 就是全部重新学 酱油糕每天熬煮 不嫌累嫌麻烦 年轻老板娘陈秋玲说 她还在努力学习 榜样是厨艺功夫了得 可以拌一整桌菜的婆婆 第二代老板娘新春族 柳油拌起来 油泡的王哥有在做肉丸 油拌起来更香 以前的人就是都这样 我以前的家里就都开始做了 结婚第二天 还不会洗手做羹汤 身为生意员家的媳妇 新春族从擦桌洗碗开始磨练 将公公婆婆的功夫 洗手内化 成为传家本领 十九岁开始做到将近七十岁 媳妇熬成婆 公公有跟我说了 自己要做老闆娘 要当全部都会 所以我也把这个 这个艺术传给我媳妇 我会说你如果要做老闆娘 你什么都会会当尴尬 所以做你的媳妇压力也很大 应该 应该是还好 什么都要会 红葱头炸到满是新香 沥油之后捣碎 汤面画龙点睛靠它 自制骑鱼丸要有口感香气 也要这一味 身为八十年老店成员 不只媳妇得要厉害 女儿也是全能选手 招牌骑鱼丸 从市场采买新鲜鱼浆 加入红葱酥 绞肉和独家配方 每天限量是行啊来掏客必点 我每一年的过年 龙哥特别来买碗子 回去吃火锅 你的碗子很好吃 好 我现在带来家里送朋友的 阿公时代 原本在狭小巷弄内做生意 穷困年代一切白手起家 靠着巷弄墙壁 定张木板当桌面 摆几张椅子就是座位 好手艺在巷弄内飘香 也有几分试景趣味 有的生意 你有说起家吗 说起家吗 还是说 多少 多少都可以 生意好的多少都可以 有好人吗 一定可以啊 三十多年前高雄市整理试容 以巷子当作生意场所 开始行不通 那时当家的第二代行村主和先生 于是找店面落脚 延城区新乐街是著名的迎楼街 马路上店面不是小吃店负担得起 新村族退而求其次 转进巷子内重启炉灶 凭借着认真的生意态度 成为附近店家的日常厨房 也成为许多在地老高雄人的心头好 名声飘出小巷 还登上了日本全日空的机上杂志 赚到不少日本粉丝 成为高雄美食的隐藏版代表 你们真的很厉害啊 很认真的啦 不是很厉害啦 很认真的啦 还有客人都很照顾的啦 二十年前郑志峰退伍后接第三棒 老妈妈还是闲不下来 每天帮着忙进忙出 一边坐监工 出一支嘴 收钱 青春族听公公的话 什么都要会 郑志峰也听妈妈的 上一辈的口味受欢迎 一定有他的道理 跟着做就对了 四大人老了 担不过的使命就是给他过好 让他交接好下一代 希望寄托第四代 目标百年老店 青春族还要继续监工 乐在其中 人生嘛 应该要拼 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 只要认真做到有一个成就 这样就 这样就是不得了成功了 此碗此盘装满用心诚意 每天认真要努力达到一点成就 即使在露相 也会传出好名声 摩托车游击队穿梭奔驰路径自由 自成秩序 岗山小镇的每一天就从文贤市场周边 早逝的运作中散发出生猛活力 四包五十的 两包两包装 等会给你生啊 来 要多少 我要四包五十的 好 岗山园的大菜厨 生鲜熟食 银以俱全 其中元气最火热的 应该是黄绍威的这一摊 百六八点钟 好吃 真材实料 辣味真好 这来文拌倒的这种出名 五十多好 好 这三分来的就好了 来文拌倒的这种 内门来的宗泡塞 有半桌原香的光环加持 生意比炉火还要热烈 老板师傅黄绍威 大锅大勺正在打包的 是宗泡塞的招牌赤肉羹 刚刚才煮好的一锅沸腾 只卖外带一包五十 两个人吃绰绰有余 吃辣吃饭 稍微大碗 也难怪煮好没多久 就快要见底 有时候第二锅再卖 已经第三锅一锅一定完了 所以定到第四锅了 所以冬天大概有时候都等到快两个小时 住附近的就回家等 比较晚的就是先去光菜市场 然后有的就在这边等也会有 曾经有客人买了四趟 都买不到 上一锅迅速完销 下一锅立刻备战进入滚煮模式 黄绍威的肉羹能够让在地婆妈甘愿排队 一个上午要煮五锅 每一锅都能在半小时内抢光 大锅里绝对有料 我正在资料 高丽菜金针菇木耳丝 绣针菇香菇 黑木耳肉丝 还有扁鱼 红萝卜 斑德鱼楼菜 人家说斑德喝价拍价 吃的鱼楼菜就知道喝价拍价 这个中午菜煮不煮 就看的鱼楼菜就是肝 它的肝如果喝价 差不多没有问题 鱼楼菜不能烙开 必须一流 光是配菜就不庆菜 比起许多小吃店的肉羹汤 丰盛有诚意 主角更不马虎 赤肉条沾上地瓜粉 裹上湿木鱼浆 演出跳水秀 要调分履稀 才有入口的饱满风营 你如果没有包 比例弄错 那个肉看起来就很小块 那个粉如果没扒上去 什么东西都鱼浆没有上去的话 那起来就不漂亮了 我们有我们的梅杆 那它吃起来是软的 那你觉得吃起来不像是在吃肉 可是真的很软 一锅要捏十二 大概十七斤 那你说一天天下来六七锅 真的手真的都不行了 隔天起来手都很痛 冬天OK啦 因为冬天冷嘛 所以OK 夏天真的很累 看我们的衣服都是湿的 连内裤都湿掉了 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十点十分而已 在不同的市场轮流摆摊 钢山文贤市场固定在星期三 虽然卖的菜色比半桌单纯许多 黄绍威还是得跟做宴席一样 三点起床梳洗 从内门家里载着鸡西桃啊 直奔零食厨房烹煮好料 前置就是要先炸过 炸完之后要再先卤一次 就是先过卤一次 然后在这边再把它用手 用烂这样 因为再来这边炸来不及了 因为炸那个要很费功夫很费时间 那个没办法 那锅肉羹是煮锈 这锅蜂肉也不妨多让 三层肉风鱼不腻 腿酷肥瘦比例完美 先炸再卤 洋溢醍醐味 配饭配面都是百搭 你今天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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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是自己的丈母娘 三十年功力 醍醐灌顶不藏丝 黄绍威即便婚后八年 才接触餐饮业 起步很晚也有模有样 三十几年有菜肥 我们这算卤汤塞 出来煮的让人不接受 所以菜肥不用说了 还不用说 不做这个我之前 我真的不煮过的东西 泡面就泡的而已 不是煮的 谦虚自嘲是卤汤塞 黄绍威另一个拿手项目 仰观赏鱼就是满道意 出来的扎实实力 原本开的是水族馆 把养鱼兴趣跟工作结合 而乐在其中 不过大环境大不如前 让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挣扎了好一阵子 以前像我在大卖场工作的时候 以前一个月的鱼 有大概三百多四百多 到现在一个大卖场 有一百多 一个月一百多 算很厉害了 你看就差多少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 真的 鱼人家可以不养 东西一定要吃 你没有钱 真真的你就没有去 那种试一试去养那种东西了 还是要向现实低头 没办法 兴趣不抵景气 但黄绍威不屑气 收调做了十五年的水族馆 她善用身边资源 跟丈母娘学习厨艺 专卖半桌菜 不被实施打败 反倒顺应环境 能屈能伸 让太太跌破眼镜 她是贵公子 什么都不做的贵公子 应该是这样 环境所逼 不得不向前走 事情遇到了 那这个过程中 她自己也调试很大 有佩服 因为一个人要转变 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 所以潜力无求 可以 潜力鼓 潜力鼓 她选对了 她选对了 应该是她选对我 疫情期间 大家没机会假扮豆 思念这一味 让黄绍威的炉台更加火热 为了撑起一家子的经济担子 她上午跑早市 下午固定在黄昏市场煮食 就像游泳的鱼不曾喊泪 看见笑人的 这种拼得比拼得比拼得比拼 辛苦好感嘛 我们已经有几个地方做了 不然我们再吃得老 我们也没得到 我们可以做就尽量做 这样就对了 拿出平静和真材实料 霸汤塞也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 沸腾出一番气象 早春的离港本该是惊闲的 老乌 老狗 鱼系荷叶 偏偏村边巷底的仿客一多 节奏可就得加快了 12号 来 单子点好了吗 终于等到了 好 来 里面请喔 原本最早期 因为阿祖它是 人家讲坎迪克 就是种猪的生意 那到最后就是阿妈们接受 才在面店前面卖嘛 原本的店面 那后来阿祖走之后 爸爸就是看 阿公都会在这块地抽烟 去想阿祖啊 想以前的事情 然后爸爸就想说 干脆就把这边打造成一个 让他可以带朋友来泡茶的花园 日式木房的前身 从前是朱舍 经由爸爸搭理后 才成了想念阿公的花棚 但如今客人慕名永静 倒不全然适应这一余景色 两个小时 可是 对 可是我们吃了之后 觉得说很值得 本来想说吃不完打包 没想到太好吃了 所以就全部打包到肚子里 觉得他们家的卤菜 其实都蛮好吃的 尤其是像米血 然后还有这个菜卷 是蛮特别 就啊 它的口味不一样 哇 汤头 它的汤头不错 它阿嬷在做的时候 妈妈在做的时候 到年轻的在做的时候 不老 只要有来离港 就会来吃 算一算 从阿嬷当家到现在 这碗面的历史 也近五十年了 不过老人家 当年一开始做生意 其实是买八宝冰 后来随着美美淡季一到 人烟就明显变少 阿嬷只好想帮设法 BM住一摊 四季都能让人暖保的 对啊 我把它抖起来 把它抖一抖起来 对啊 对啊 没有去外面 没有啦 你要跟谁问 人家要跟你说 我很辛苦 很辛苦 对啊 年轻很辛苦 又跟孩子 我都五点四点就起来了 就是一般小菜像豆干啊 海带啊那一些 米血那些 粉肠也是这个 然后只有内脏类的 我们是另外用姜醋酱油 就是姜下去打的那一种酱油 每个清早四点采买切喜 煮酱炸油葱 这都还没算进腌肉炒肉的 繁碎时程 就要耗掉一个上午 赖罐竹接了棒却难得的 依旧延续阿嬷的摩人作息 好比预定七点灌粉肠 就得提早先调好粉腔 明明有细数不完的工作量 十万活急的心绪下 掐起肠膜 却仍要小心翼翼的灌 水煮时也同样得心细气柔 否则火候一枚抓好 破了就是一锅子的肉骨浓汤 像阿嬷心情不好 那一天的粉肠 就大概破一半了 因为它心情 它就会把火长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早上来 就粉肠破了一大堆 就知道阿嬷那一天 应该心情不好 以中药佐料加盐巴 调味的夹心肉浆 是粉肠历久不坠的秘方 虽然做法磨人 却是坊间小怪 谁也模仿不来的舒怀小菜 至于村子内 口碑有远的高丽菜卷 味道同样玄妙 功法当然也同样琐碎 倘若两年前阿公没有匆匆离世 妈妈也还健康无恙 那么来关注大概也就不回乡卖命了吧 因为第一个是妈妈 其实现在已经是失智的状态 她到后期其实蛮严重的 然后又加上阿公已经就是走了 就是去世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家里没有一个人会来接 放掉这个东西 就有点可惜 放到这摊子有点可惜 这样子 严格来说 还没打算接手面摊的三年前 賴冠足在台北做的是附建师的工作 传统的老面店当时当然也不在这 但妈妈顿时患了失智症 外公却在当下突然间也病倒了 然后阿公也是刚好 他就可能被蚊子叮到 蜂蜂性主持眼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回来顾他 就他一个礼拜之后就要走 对 那他走之前 其实就一直希望我们回来接 因为其实 舅舅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 一个已经在台中成家立业 然后一个是他自己 在离港那边有其他的工作 賴冠足的心底总这么想着 如今这家面店某个程度来说 是用外公生命换来的 在他的逻辑里 如果外公还在 朱舍不可能改建为花棚 那么面坛也就无需搬到这里来了 而外公走后改变的不单单是朱舍 另一个负面的转变 其实是妈妈家具的病情 他看到熟人 他不会去打招呼 不会去寒暄 可是他看到陌生人 他就会去跟人家讲话这样子 所以人家想说 奇怪他是谁这样子 然后像现在 他就是像小朋友 他就是到处骑脚踏车 然后一直吹口哨 就像小孩子一样 一阵子会去人家商家 认识的商家拿东西 然后可能就没有付钱 妈妈状况急转直下 就算賴冠足不是那个 纷纷喵喵手在脚边 照顾的人 但当时又要烦心开店 其实一路走来是很折腾的 比如说像我们要去见戒 那些东西 我们都是从来自己没有跑过的 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很烦 因为包含建设都要用到钱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戒 然后就会每天都在烦恼 说我到底店什么时候才能开 还不是回来接个店而已嘛 是啊 不就是回来接手面店而已嘛 但原本的店面 因为外公走了 有了产权问题 賴冠足的想法是 既然有块空地能准修翻新 那何不以口气做到好做到底 一刚开始其实把阿嬤的东西学起来之后 就是她的手艺学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有跟阿嬤讨论说 就是要把餐具的部分换掉 然后因为老人家 他们比较不理解吧 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还要再花这笔钱 去把原本美奈米的碗盘 去换成纸器这样子 那对 他们觉得说 东西就好好的还在那边 你为什么要去换 把美奈米换成此碗 其实还不足以示意怒阿嬤的火炬 老人家那一个时候 最无法认同的 是还没赚钱 已经筹钱又砸钱 却迟迟开不了店 花很多钱 我以前不知道要花很多钱 我跟小孩说 我以前花很多钱 又说这么久还没做 花了三百多万 我说太 我们一堆而已 常常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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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建设的部分吧 因为一刚开始 他一直以为我们回来接手之后 只是就是把这边大概就是搭一搭 可以开放冷气 对 然后到最后是我们把 这边已经开始有一个模样出来的时候 阿嬷就说 到底还要再花多少钱 才能把面殿盖起来 他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被我们搞很复杂 那我就跟阿嬷讲说 你放下我们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们自己有 就是我们自己很肯定 会把他这边面殿做起来 对 不会让人家看不起这样子 嘿 早 你好 请进哦 里面请 里面请哦 还好 这个当孙子的沉得住气 店门推开后也更努力争气 两年时间没砸坏阿嬷的招牌 反而把清零秀衣的面香煮得更深邃了 尽管马路就像热气干编着抑制 但眼看进门的 又是一组回头客 或许再累也值了 热卖超过50年的油炸甜点 尽管在焖热的午后 还是一个卖出一个 这是台南人的下午茶 那现在年轻人就变成可以当午餐了 老板娘口中的下午茶 是南台湾的特色点心 纯糯米制作 下了油锅 裹上糖粉 外酥内Q的是白糖粿 圆滚滚 吃起来有着低味口感的 叫做番薯碰 沙拉包夹进自调沙拉酱 老板娘骄傲的说 它可是比吉隆庙口的还好吃 夹着新鲜的黄瓜跟香肠 我们的沙拉酱都是自己调配 调配两种沙拉调配组合 它甜而不腻 也不油 改良老爸的沙拉包 外表质朴 却是精致有味 细节得从做面团说起 爸爸以前料的话 它是比较简单一点 你一旦没有马上吃的话 它的嚼劲就变成说 更润 更硬的 现在也更不好入口就对了 现在我就把它感到 比较松软一点 油家人手作古早味 养出许多死中顾客 太多人都是从老爸年代 吃到现在儿子媳妇接手 十八歲就在這裡吃 吃到現在就越吃越好吃了 對 你都吃什麼 都吃這個啊 都吃吃啊 吃這個泡湯 我台北有寶寶的 你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喔 那個泡湯 怎麼很好 寶寶寶 番薯泡裡面 甜甜的 它的番薯很香 古早味 一定有那個人客群 幼稚的 那個年輕人還是老的 都很喜歡吃啊 雖然是小小的攤 但為了延續古早味 每天都是老少走動員 而其做好的餡料 尤家良老會像是 做手工藝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完成 在這裡沒有來這裡看 走看這樣 對 要看人啊 對 要太多 不看人而已啦 阿伯年輕時 白天在工廠工作 晚上兼拆幫人賣夜宵 師傅炸番薯碰 包沙拉包 他每天看著看著 也就學會 甚至做得比師傅還好吃 最後乾脆擺攤來賣 這一賣就超過50年 兒媳不忍心老人家太辛苦 主動回家接棒 每次餐廳做過獨棚 對啊 每次做過 每次都要二十多年 我國中十多年就去餐廳 學工很好 然後媽媽也要退休 就來學在做這樣 餐廳一家做過一家 夫妻倆接手老攤 更注重食材品質 卻用堪稱是台灣最好吃的 台農57號地瓜 來做番薯碰 因為它既Q又甜 地瓜鍛鍊秀天天上演 為的是給客人吃到最新鮮 舊子就感覺到中間比較輕鬆 就用什麼方法去 去沾沾 不要沾沾就自己就好了 速度這麼快 不然空氣這麼多出來之後 比較傳統式的 現在都已經大部分都是在機器了 對啊 為什麼練舊一個好身材 是爸爸也用酒瓶嗎 對啊 早之前都是用酒瓶 經過一小時蒸煮 地瓜釋出香氣 酒瓶壓過 鬆軟質地全都漏 為了讓顏色更好看 不使用色素 而是加入紅地瓜配色 最後包進花生餡 下鍋油炸 就成了圓嘟嘟的魔鬼甜點 年輕人要求的就是外觀要漂亮 看起來又好吃 吃款這樣 你會覺得 就要把他的品質顧穩定 然後他的皮脂又鬆 對 他的錢很慢 所以就讓人家在家裡 要等這樣 你又不能燒煙火 你燒煙火 他多久 但你早餐起來 是讓他鬆鬆 過多久就是他軟了 對啊... 所以很難照顧 670年代 買氣就已經很旺的沙拉包 靈魂就是他的日式沙拉醬 蛋黃 砂糖 油 鹽巴 醋 內容物很簡單 卻得掌握比例 當年師父沒空做 全都丟給阿伯去忙 沒想到靠著他養活了一家子 我們要研究了 不然我們去婆婆做生意 你後面比較好吃 就用鐵門 鐵門比較有生命 直到今天 儘管阿伯已經退休 還是喜歡守作樂趣 因為打折打折 會打出成就感 剛才就是 人家在打的 打得起來 不會打得起來 那個雞是沒辦法打的 他要勁 很大勁 你怎麼比那個面子都熟 五更年打這個 這個好 老人家打到手酸還是笑咪咪 酸酸甜甜 純手工醬料 有著一點就靈的魔法 讓拿到沙拉包的顧客 三兩下就剋掉一個 我為什麼還會守在這個工作坊 主要是人家說 老闆娘你 傳承的這個很久不可以 還是跟爸爸的味道一樣 這種 就聽到你再怎麼辛苦 再怎麼累你 就會很有成就感 夏天氣溫飆高 在油鍋旁一站 就是十幾個鐘頭 油家人不顯疲態 因為老味道 讓兩代人養家糊口 更包括著平凡一家 甜蜜的情感 真龍泛著白煙熱騰騰的 饅頭出爐 令人驚喜的是 一個個卡通造型的饅頭 米飛兔 踢踢貓 佩佩豬 小朋友一泳而上 迫不及待想要嘗鮮 我有看過豬小妹 那個這個 還有花園 我有看過其他喵 拿著心目中喜愛的饅頭造型 小朋友們大口咬下 本來對饅頭興趣缺缺的小朋友 因為造型可愛 活靈活現 吃得超開心 這什麼口味 薄荷 你小妹被誰吃掉了 你這是什麼的 Snowbee Snowbee Snowbee都被吃光了 吃起來怎麼樣 來 給我吃吧 所以你最喜歡的是 Snowbee 夫妻聯手 韓志龍把麵皮處理好 壓出一朵朵白色雲彩 紅麗精把褐色的麵皮 裁成一塊塊小橢圓 貼上耳朵 放上嘴巴 眼睛 鼻子 看出來了嗎 Snowbee的模樣儼然成型 吹蒸之後 碰盔又俏皮的Snowbee饅頭 讓人愛不釋手 韓家的饅頭色彩繽紛 內餡多元 像是黑糖 紅糖 拌入太白粉水 就可以調出一鍋 褐色的天然色素 當作是熊熊 或是米妮的身體 也可以勾勒出頭髮 五官等細節造型 我喜歡吃黑糖 吃起來的口感 就QQ的 軟軟的 小朋友很喜歡吃 那個拉拉熊 這是黑糖巧克力口味 沒有抱歉 沒有抱歉 其實韓志龍是早餐店的第二代 原本凌晨一點起床 忙到九點過後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為了做造型饅頭 夫妻倆一天得工作到下午六點 工作約十八個小時 卻甘之如遺 創新啊 因為我們是第二代 就是要創新 傳統的 有傳統的客人 然後造型有造型 新的客人這樣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遺憾 年紀大的買饅頭 那另外手上提的可能是漢堡啦 一些西式的 我會覺得 為什麼小朋友不吃饅頭 這麼有營養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突發奇想 可是要小朋友接受 那造型就變成是非常重要的 於是從小就很有 會圖天分的韓志龍 結合了爸爸的饅頭手藝 改良創新 降低饅頭的咬勁 讓小朋友更好下驗 把只能看的卡通造型 變成能吃的立體饅頭 給它變在笑 你知道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鬼太陽變在笑 好不好看 在笑 還是要原來這樣子 還是用這樣子 這不像鬼太陽吧 就是比較開心版的鬼太陽啊 現在韓志龍可以做出 二十多種不同的卡通造型饅頭 剛開始都是手工一個一個塑型 但是訂單越來越多 只好利用瓶瓶罐罐 來加快效率 甚至很多模型 都是用鐵圈DIY出來的 像我現在做的這個米尼啊 這個鐵圈 那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造型的這個模子 都是我自己去買鐵片 那去把它折衡起來 所以你去看這邊 這就是用膠帶 一般膠帶把它黏起來 饅頭造型的構想 是由韓志龍來主導 而卡通人物靈魂的小細節 則要手巧的老婆來幫忙 鬍鬚 睫毛 嘴型 笑容 不但要細工還要細心 最難的就是Kitty和Doraemon 因為Kitty貓有時候你看起來 好像雖然很小 可是難在它的每一個鬍鬚 我們都要手工去切 那切完以後 你還要再把它黏上去 其實是很費工 那這個地方是在費工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是在它的嘴 你看它嘴巴 這個笑的這個紋路 都要去用手去黏上去的 人家說慢工出細活 但做造型饅頭 卻要細活快工 掌握送入蒸籠的黃金時期 像你現在看到是在製作過程 那它會發酵 發酵以後到再蒸好成型 它會有一定比例的縮放 對 那所以在黏的部分上 我們在比例拿捏要用好 可能現在看起來很漂亮 那製作完很漂亮 那蒸出來以後 它可能整個就 樣子就跑掉了 造型一跑掉 客人也跟著跑掉 儘管摸饅頭摸了二三十年 想要把造型饅頭 做到出神入化 得克服好多變數 每一種麵皮的顏色 水果的餡料 都會影響發酵的成果 遭經無數變之後 韓志龍終於抓到訣竅 歷經三個月的摸索期 回籠率慢慢提高 現在訂單排到兩個月之後 今天難得有 可是今天的又不能買 因為都是被人家訂走著 所以就不好意思 網路要排很久 現場又買不到 只能看 我們也是網路都訂不到 然後就是現場來這邊碰碰運氣 因為我們就是這附近的店家 它比較好 它住在裡面 對…有時候我們會過來 看一下買東西 今天剛好有剩下有多的 我們就買回來看 上次我們有訂那個 像那個伯伯豬 我女兒最喜歡那個伯伯豬 我小朋友生日的時候 我有想到 因為我不喜歡甜食 然後加糖加很多我也不愛 我覺得這比較健康 不會添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有趣的是 顧客看韓志龍 把卡通造型饅頭做得微妙微笑 居然拿全家福來 要他一樣畫葫蘆 因為我們就是針對卡通 那如果說要做人型的話 那這個做得不像可能會被罵 那做得太像可能也有一點點難度 對 這是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攪拌機轉啊轉 傳統饅頭店加入了創新的元素 卡哇伊的造型饅頭大暢銷 讓韓志龍夫婦也跟著轉啊轉 民伊的造型 針對鞋 轉 對鞋 對鞋 高電眼 我們是市��로測 App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